到底是哪个国家有防火墙 哪个国家是屏蔽外国的网站 外国的信息的 是哪个国家天天的在封号 在禁言 在删帖的 不是你中国吗 说的好像是说台湾人都在 被封闭住 都不知道外边的情况 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时评 我这个频道的观众群 一大部分是年轻人 其中有一部分还是台湾人 所以说这期节目 我想向大家求教 有一个很有名的微信公众号 在中国大陆的 叫北美留学生观察 他发了一篇文章 标题叫做 在小红书上多少台湾青年 正在羡慕大陆年轻人们的生活 我正好借着机会 跟大家核实一下 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台湾青年 都特别向往 特别羡慕 中国大陆的青年的生活方式 这是一点 大家如果有答案 可以写在留言当中 他这里边写到说 任何一个用大陆APP的人 尤其是台湾年轻女生 小红书 是他们手机必备的APP 是不是台湾的年轻女生 都特别喜欢小红书 而且说远远超过Instagram 说Inst这个月活用户 超过十万的这个APP 都取代不了小红书在台湾年轻人的地位 可见小红书在台湾年轻市场的占有率之高 而且据台湾媒体报道 不知道是谁报道的 说由于很多中学生都在使用小红书 所以慢慢的简体字 也开始在中学生之间流行起来 我没有接触过台湾的中学生 和大学生也很少接触 就是年轻人 到底对小红书是什么态度 用的是不是非常的频繁 非常的热爱 其实这是一个问题抛出来 欢迎大家来解答 某些人拼命宣传 大陆人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 而小红书通过大陆新一代年轻人的视角 改变了台湾民众的刻板认知 我都觉得台湾民众是不是有刻板认知 人民是生活水深火热的 即使富裕的人只有百分之一千分之一 这个数字也是非常庞大的 但是这不代表大多数人都是富裕的 然后他还通过这篇文章来diss了一下台湾的政客 说通过小红书这扇窗 台湾年轻人惊觉 原来自己一直生活在政客的谎言中 我都不知道他说是哪个政客 有什么谎言 拿出来说一说 他说不出来任何的人 任何的谎言 他就说有一个谎言 他其实是树立一个假的稻草人 故意让大家觉得说台湾人都是被蒙蔽的 台湾人都不了解中国大陆的情况 到底是哪个国家有防火墙 哪个国家是屏蔽外国的网站 外国的信息的 对吧 是哪个国家天天的在封号 在禁言 在删帖的 你不是你中国吗 说的好像是说台湾人都在被封闭住 都不知道外边的情况 台湾人想获取任何知识 全世界任何地方的信息他都可以获取到 只有中国获取不到 实际上中国不管你面积多大 人口多多 你也是经地 对吧 你也是挖地 所以他这是本末倒置 完全颠倒黑白了 最后他说 几乎每一个年轻人 就说这个小红书上面的中国年轻人 都是那么青春洋溢又积极上进 拥有自由的灵魂和优质的生活 这吹小红书 其实不是吹小红书 是在夸中国的经济建设 夸中国的改变 我们一直承认 中国过去这几十年改革开放 是有巨大翻天覆地的改变 但问题是 有你说的这种情况吗 在小红书上 每个年轻人都是这么朝气蓬勃的 都是生活这么的幸福 稍微用过小红书的人都应该知道 这里边有些人生活的并不是很好 对吧 而且在说这个展示出来的部分内容 也都是经过过滤的 经过审查的 那些负能量 那些讲社会黑暗的 那些抱怨自己生活的 很多根本就上不了台面 根本就发不出来 所以他还有一句话说特别可笑 说原来这才是中国大陆年轻人的真正生活 原来一直以来自己都太封闭了 这写这个文章的人又不是个台湾人 他假借台湾人的口吻 说自己太封闭了 但是问题是你真的相信这个小红书里面的内容 那你才是太封闭了 小红书虽然很多是真实的 是大家在展示自己生活 但那只是盲人摸像 你只看到那么一点点 你只是看到了光新亮丽的一面 你没有看到真正的中国的现状 所以说小红书并不能代表现状 只能代表一部分年轻人的生活 而且这个生活也不是所有的生活都是多么美好的 所以他后面说 那些刻意丑化大陆形象的言论 瞒得了一时 瞒不了一世 什么叫刻意丑化 他说的是不是事实 对吧 很多的现状 很多的现实发生的事情 如果是事实那就不叫丑化 他本来就是黑暗面 本来就是黑历史 最后他说台湾青年痴迷 令小红书险些被禁 说的好像是因为大家都在痴迷小红书 所以说政府要禁这个小红书 是这样吗 还不是因为你这小红书是中国政府控制的 中国没有私有企业 不好意思 这些所有的私有企业背后都要听政府的指令 所以说你小红书被当做了一个统战的工具 所以才被禁的 被政府官方禁的 但是没有禁民间使用 然后他说不仅禁止公务部门使用这个大陆的小红书 还打算将这一禁令扩展到普通群众 也就是台湾全民禁止使用小红书等中国大陆的APP 他居然好意思说台湾要禁APP 禁这个apps 到底谁禁的apps最多 到底谁封杀的软件网站最多 他敢说吗 他不敢说 他又敢说了这个事实 他这篇文章都发不出来了 最后他引述了一个所谓台湾网友的说法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的台湾网友 他是这么说的 所有那些反对这个小红书 反对这些中国大陆APP的人 与其说是怕认同台湾的声音变少 不如说是怕觉得被捅也没差的人变多 毕竟如果一直接受中国的好资讯 潜移默化下 可能会间接觉得中国很好啊 为什么不能被捅呢 他这段话恰恰就说明了 为什么这个软件必须要被禁 对吧 就恰恰说明了 这个软件在起到一个统战的作用 他等于自己承认了 我们就是统战你 我们就是要影响你 就是让你感觉到 中国大陆太好了 我们也想被统 被统一 我们也想被共产党统治 这种被共产党统治的生活太幸福了 这不就是他们的目的吗 他得给讲出来了 现在谁还说 这个软件不是搞统战的 不是统战的工具 他自己都承认了 当然了 这篇文章很可能是软文 是在中国大陆境内去宣传小红书的 因为毕竟看这个公众号的人 主要是中国大陆的这个学生 年轻人 但是他做广告就做广告吧 你讲你有小红书多好就好吧 你非要把台湾给牵涉上 非要借此机会去递辞一下台湾的 所谓政客 台湾的民主制度 第四下所有正在警惕中共威胁的人们 这个广告不仅是广告了 它还夹带私货 还有政治含义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 让我们警醒 我觉得台湾人更应该警醒 你可以看小红书 我觉得没有关系 但是你要有头脑 你要有分辨能力 对吧 你看点生活东西没有问题 但是你要明白 对岸到底什么样的国家 你要明白事物是很复杂的 不是像他们宣传的那么美好 ante温暖